中華職棒11號例行賽 富邦漢將在主場面對魏全龍 三局上吉利吉勞廣冠 扛出這深遠飛球 哇 這球被扛起來 在中外野方向 在中外野 在中外野 降 但是上去了 掉下來 球就這麼打在拳雷打牆上圓 原先被判定是安打球 但魏全龍踢出挑戰 球在黃線上面 跳了一下之後 沒有往外彈 而是往上彈 然後又掉了下來 慢動作 重播 再重播 指劍球彈到拳雷打牆上的 黃色線兩次再掉回場內 只是裁判最終改判拳雷打 讓富邦漢將當場傻眼 總教練陳金峰大動作抗議 被驅逐出場 風哥又被趕出場了 畢竟這改判讓魏全龍 從進場一分 變成滿貫拳雷打進場四分 連魏全龍總教頭葉君章 也意想不到 裁判說明仍然無法被在場 球迷球員所接受 畢竟攤開中黃職棒聯盟 規則補數 急出飛球落於全雷打牆 界內去上演這平台 若直接反彈於場內 不視為飛越全雷打牆 則為比賽進行中 但裁判已經判決 即便不滿也無法改變結局 TVBS的李明慧中學新北市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殿堂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 All Win